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整個都是金撈 是不是很閃亮亮呢 不過其實全都是假的 這個堪稱二叔公克星的男人 去年就用這些假金撈 握了舊間當舖 合共港幣24萬8千元 他日前經關閘離境時浪網 案情顯示在2016年11月29日 凌晨兩年 一名內地男子 即是本來的活犯 浩錦城堡 道教村酒店裏面一間 壓店裏面的職員 出示了一隻名貴的手錶 要求進行檢案 經過了 壓店的職員初步檢查之後 就以港幣4萬元 就完成了有關的交易 那個研發 取得款項之後 都離開了店舖 店舖裏面的職員 再次檢驗之後 就發現了 那隻手錶就是假錶 所以來到這個報告 警方調查後證實 這批假錶是用真假零件 混合組裝 所以訪生度極高 疑犯聲稱 他不知道自己典當的是假錶 他說這批錶 是一個內地女性朋友提供 每次典當可以獲得 港幣1500元的報酬 警方控告他欺詐罪 以交檢察院處理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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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